粉底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個影片要實測的粉底呢 是最近Dior新出的超完美特務粉底 那這款粉底呢其實我已經買了一陣子 也用了一陣子 所以想說拍一個實測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會實測一整天 因為等一下呢我要去台北參加活動 然後呢再去桃園機場接機 所以大家可以跟著我過一天 那假如你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我剛剛看螢幕我發現我臉好腫喔 剛才已經臉太腫了吧 大家就忽略一下吧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款粉底的外觀 它的外觀其實整體呢都是做像這樣的塑膠品身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這樣的包裝 但是其實相對來講它掉到地上 你就不用怕它會破掉 然後呢它打開之後呢 是做像這樣子擠壓的那種管子 它並不像一般的那種按壓式的丫頭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還不錯啊 你就可以每一次控制你自己要用的用量 你要多要少都可以 就不會有像丫頭就是一次就要按壓那樣子的量 那這款粉底啊它其實就是主打說 可以讓你24小時一整天都持妝以外呢 並且擁有完美的遮瑕 其實它講的還蠻厲害的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就要準備試在臉上給大家看囉 馬上呢rooming的非常近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的膚質是混合肌 然後T字片喔就是冬天會出流的狀況 那其實我現在膚況還OK 只是說臉上也會有一些的小疤點 像是這邊會有一點點的小紅疤 以及左側 欸右側 右側這邊 這邊有一些紅紅的小痘疤 那等一下呢可以順便測試它的遮瑕力 這款粉底我用的色號是11號 比較偏黃一點的色號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非常的水潤 然後呢延展力也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看它其實是很好推 用手其實就可以把它推得蠻均勻的 接下來呢我先上半邊了給大家比較一下 那它的推薦的使用方法是說用手先推開 然後再用刷子推開 所以呢我們就先用手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用手是可以推得還蠻好的 用手大致抹開之後我就拿出刷子 現在呢我這半邊已經完成底妝 應該可以蠻明顯看到就是膚色變均勻的以外呢 它的黑眼圈的修飾效果是看得到的 但是呢像這邊的小紅斑點 它大概就是只能修飾到一點 沒有辦法把這種小紅痘疤給就是完全遮住 然後我先把這邊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來進一看它完成底妝的那個狀態 我現在呢全臉完成底妝之後呢 剛才這邊我有說就是有些小紅疤給大家看一下 那剛才我說這邊的小紅斑的話 其實我剛剛寶寶上一層已經有修飾到了 那假如說你想要再完全的就是高遮瑕一點 你可以再疊一層粉底或再上一些遮瑕就可以了 這段粉底上在臉上的妝感它其實就是霧面的粉底 但它並不是那種霧到非常面具感的霧 它是霧但是呢帶有一點微微的光澤 就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覺得這段粉底上在臉上它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黏膩感 是非常的乾爽清薄 然後讓你的臉上覺得很舒服 完全沒有任何負擔感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呢我先把我的黑眼圈遮一遮 然後上一點蜜粉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現在是幾點 現在呢我已經上完遮瑕跟蜜粉 但其實我今天蜜粉用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跟大家講到現在時間呢是12點08分 然後呢我要準備換衣服完成其他妝容 然後準備出賣了 那我們跟大家見囉掰掰 哈囉大家現在時間呢是3點04分 距離我剛上妝呢已經過了3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剛到台北車站 我來拉近一下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妝容的變化 可以看到就是鼻子的部分有一點點些微的出油 但非常的少 它那樣出油的狀況就是很像粉底跟肌膚已經漸漸融為一體 然後變得很像我肌膚原本就是這樣子好膚質的感覺 然後其他地方維持的都還蠻好的 就是鼻子的部分有一點纖維出油以外 其他就是都還ok 那我現在就要準備去千碧人活動啦 我們等一下再見 哈囉大家 剛才呢去完倩碧的活動之後呢 我就來到Ming跟Danny家 所以Ming現在在我旁邊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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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Ming在這邊 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沒錯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貓咪 再給大家看BB 他現在在睡覺 然後呢現在時間呢是6點14分 我剛剛上妝已經經了 經歷了6個小時這麼久 然後現在外面就是在下一些小雨 所以我剛剛也淋到了一點雨 近看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底妝的變化 可以看到這經了6小時其實 額頭已經有一點些微的出油 然後現在出油比較明顯就是鼻頭的地方 大家有看到那個油光嗎 但其實他出油之後 不會到變非常的暗 然後臉頰這邊一樣都是非常的明亮 過了6個小時我覺得他的那個維持的完整度 真的算是非常的好 就是整臉看上去都是非常的明亮 T字有點微奶油的狀態 但臉頰呢都保持得非常的好 那待會呢晚點呢 我們就要準備吃飯 還有前往桃園機場啦 這個是現在贊助Ming他們家的BB 嗨 你看他睡在這個棉被裡面 超級可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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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吵你睡覺 在呢我在前往就是階梯大廳的路上 馬上呢就要準備迎接K哥啦 誰回來了 我 你不請我一下嗎 有人回來了有開心嗎 還好 胡適子要來了 嗨 嗨 哈囉大家好我剛接完機回到家了 現在時間呢是10點半 居留剛上妝呢已經經歷了10個快半小時 那我先來拉近給大家看一下底妝的變化 整臉呢其實比較明顯出的地方就是我的T字的部位 像是額頭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那種微微的光澤了 鼻子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已經有非常明顯的出油 但是它的出油並不是那種很斑駁很卡粉的出油 它這種出油呢是非常平順然後融合然後又漂亮的出油 那至於臉頰的部分其實它都是維持的算是非常的好 最後呢我來幫這段粉底做一個總結 首先它的妝效的部分我真的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它是一款非常漂亮的霧面粉底 它的霧並不是讓你會有厚重感或是面具感的霧面粉底 它是那種霧但是有透亮然後薄透的感覺 而且這段粉底上在臉上是很輕薄完全無負擔 就覺得你的臉很清爽輕輕的感覺很舒服 那這碗粉底我覺得它的持久度呢很好 一整天下來讓你的妝效就是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面 雖然說會有一點點些微的暗沉 但其實那個些微的暗沉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其實我在鏡子裡面看其實我的底妝還是非常的透亮的 那控油度的話我覺得這罐粉底並不是到超級控油 假如說控油度是5分的話滿分是5分我大概會給它4分 所以就是還可以啦中上的控油度 遮瑕度的部分我覺得這碗粉底的遮瑕度算是中等 但其實你可以靠就是多次的堆疊來達到高遮瑕 但是假如說你薄薄上一層其實對於黑眼圈啊或是痘痘啊 其實會有一定的修飾效果 這罐粉底我真的覺得是各膚質都可以使用的一款粉底 對於乾肌來講我覺得只要妝前保濕加強好 我覺得對你來講就是一款既控油然後又持狀的粉底 那油肌來講的話呢你妝前呢做好控油打底 我覺得對你來講也會是一款非常持妝又控的粉底 那對於混合劑來講那當然囉你只要T字再加強一下 就是完美的粉底 所以這款粉底呢我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而且真的就是又薄透又有遮瑕度 然後持妝度又好的一款粉底 最後呢還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親自到櫃上試試看 適不適合自己再購 因為畢竟這款粉底一千九我覺得其實還蠻貴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再決定要不要買 那希望呢這支影片呢會對你有幫助 也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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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